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指出 中共每年盗取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 价值3000亿到6000亿美元 盗取方式包括 入侵网络 购买科技初创公司 窃取合作大学的研究成果 以及强迫技术转让等 卢比奥还说 中共今天对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渗透 比历史上任何外国政府都多 情报委员会主席沃娜表示 美国八成的经济间谍活动 以及六成的商业机密盗窃案件和中共有关 沃娜还指出 美国必须联合盟友以科技为基础对抗中共 曾担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 也通过视频参加了听证会 他提到 北京试图通过舆论和宣传扭曲疫情起源 另外 出席听证会的两党议员反复强调 将中国民众和中共分开 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是中共 新唐人记者毕欣词 江迪亚综合报道 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博明